所以他談的還是就是戰爭 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 是一直延續到現在 所以光澤覺得這個作品 原先也是一個小說 被改編成為電影 他帶給我們的省思有哪些 我覺得德國很了不起 他們可以成為一個 當代先進國家裡面 這麼強的一個國家 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在很多方面上 他不斷去檢討我的過去 我們犯了什麼錯 我們要勇於認錯 我們要修正錯誤 我們要彌補受害者 你看二戰做這些事情 只有誰 只有德國 日本到現在都不太願意去承認 他們做過多少不對的事情 你更別說在多少電影作品 你會去看到日本或其他國家 去反省他們的事情 沒有 只有德國 他不斷地反省 我覺得這一點 你要佩服人家 他不斷去反省 他過去做錯多少事情 在東德時期做錯什麼事情 在西德時 不要以為西德就很了不起 西德是等於算是 那個時候整個西方社會 資本主義去拱他們的 西德做很多不對的事情 所以他們是兩邊都在探討 我哪邊做錯 我還可以做什麼去彌補這些人 像我們一直提到 我們過去二戰有威愛覆的問題 可是從來沒有人去 好好講這個事情 沒有啊 可是德國他每一個都慢慢講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族性是 是這個地方很令我們值得欽佩 而且他也沒有說 應該說被這個德德東德吸收的 這些情治人員們 他們也過得非常無奈的生活 他們也想要有個家庭 他們也可能有人想要有家庭 得不到 有人想要愛情不敢說 他講了很多 在這一個時代的錯誤 所以造成人們的選擇 不可能是正確的 我認為在這一點 在提升風暴裡面 是講了很多這種 我都常講是道德的兩難性 我覺得這個這個部分 在這個片裡面是詮釋的蠻多 讓人去體會 到底二戰德國做什麼事情 到現在我還要不斷地拍電影 不斷寫小說 來懺悔嗎 來贖罪嗎 他希望我們當然 德國希望自己可以再往更好的 一個未來走前的時候 他必須一步一步地去看 我過去有什麼問題 以前不敢講 現在都可以講 以前犯了錯 不應該承認 現在都應該要承認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是德國在民族性 在他們的文化作品上 你一直看到他們有這種作品 會推出來 所以我個人很欽佩 這樣的風格 對 要放眼未來 你必須要去檢視 你過去曾經犯了哪些過錯 可是大部分的國家都不願意 大部分的國家說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過去 對不對 你看日本多多少東西 他都不願意看 所以日本拍二戰 絕對不會拍那個 日本拍二戰 一定是拍二戰底下的人民 多可憐 比如說螢火蟲之墓 對 山丁墓 山丁墓是二戰之後的事情 他一定 他不會給你拍 我要去反省什麼事情 不會 德國就會一直拍 對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很令我令我佩服的 那西關姐覺得除了這一點就是以外 還有沒有覺得替身風暴值得推薦的地方 好 我覺得講文明這件事情 文明就是必須要往前看 往後看 你想要談的人性在哪裡 這個角色在這個地方是很很迷人的 因為他不斷地在思考我到底要過哪個身份 我是要回歸家庭主婦身份呢 還是我必須要效忠祖國 我要做東德時期 我們的情報單位的長官交代我做事情 所以你發現這個角色其實他一直在這兩個之間擺盪 他為了能夠成功地騙大家 所以他在面對情報單位說 他是一種身份 面對自己家庭說是一種身份 所以你知道他是最成功的諜報員 他騙過所有的人 因為他也騙諜報局 他騙了很多情報的東西給他們 不要讓他們接近我能夠過正常生活的機會 他在過正常生活的時候 他不敢讓他的老公 不敢讓他的媽媽 不敢讓他小孩知道老媽在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兩者之間 他都一直在偽裝 所以這是這個片 最讓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而且他真的女主角他變 你知道他會變換髮色 他會他會變這樣 正常的家庭主婦是這樣 他變為情治人員的時候是這樣 你知道嗎 那個眼神的殺氣是完全不懂的 他可以去一個那個機場的廁所 就是換裝 變頭髮弄一弄出來 我覺得這怎麼可以有人 可以在這兩個角色之間切換 而且你怎麼有辦法去騙你身邊最親密的人 所以這個片台後面才會有很多戲劇上的衝突 因為包括連他老媽都不知道原來我的女兒是一個情報員 那個眼神整個非常的驚訝 然後他包括他的先生 當你發現你的枕邊人 完全是用一個假的身份在過生活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你是不是會去質疑 天啊 那你跟我之間在一起的感情 是不是也是因為我的職務 因為他的先生是一個軍艦的負責人的樣子 船長 船長嘛 你是不是因為我是船長 你想要透過我去得到一些軍方的情報 所以在那一瞬間 整個所有秩序都瓦解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個片很令人耐人尋味的地方 所以也證明他人家可以代表德國去參加奧斯卡的初選 然後甚至到最後可以到前九名 所以就說明了 就戰爭底下 不管你是特務 還是你是一般人 你都是一個犧牲者 對 就是因為當時代是錯誤的時候 你做所有正確的選擇 都很可能 還是會把你引領到錯誤的一個分歧點上 那當然這個片有 有結局上有不同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像那個結局是什麼 我覺得至少看起來 我覺得對主角可能不是很好 很好 很好的一個結論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德國在這一系列作品裡面 你知道 你要不斷地反省 那這樣子 假如他到最後他的結論會是什麼 你會覺得一定會是一個好的嗎 我覺得未必 所以這個片他沒有很煽情 沒有很灑狗血的 突然間一切事情都變好 沒有 他不這麼做的 所以這是這個片讓我佩服的地方 那剛剛西關姐有講到說 就是拍二戰議題的電影很多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下對照 跟替身風暴做對照 其實其他的國家大部分都只是在拍那個時候的大時代底下的不管是烽火兒女情或是悲慘的人家 就比如說二戰 中國就會拍精靈十三差 講那個大時代底下 那十三個 十三個算九家女 為了去幫祖國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去維護了一下這樣子 可是你 你不可能去看到 中國要反省什麼事情 不太可能 因為你感覺中國好像在那邊是受害者 那我剛才聽到日本也是這樣子 那美國可能會講麥克阿瑟等等 也是去講一個大征服者的一個形態 可是德國真的是好多 德國幾乎 我都懷疑德國一年假設拍一百部的話 應該有六十不是跟二戰有關係的 他們就會去講 我在二戰的時候 不管從情治單位 或是軍方的單位 或是我這些在前線打仗的士兵 他們都會講說 其實我們都不是要戰爭的 那跟敵人在打仗的時候 我們做出選擇是對的嗎 我沒有想去殺人 所以其實德國不斷地再去從很多 我剛才提到竊聽風暴也是 他本來是一個為黨效忠 我就是要去竊聽那些黨認為有問題的人 就當他竊聽到的那一個人 他覺得說這個小說家 其實他完全展現一個人性的光輝 但是我的情治單位 還是要想辦法去做出各種 去陷他於不義的可能性 所以那也就是他拿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 所以德國他不斷地在很多 這種在二戰為一個養分 他吸取出來之後 他不斷去淬煉一個民族性 就是我們 我們要講究文明 所以我們要踏入未來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在過去這 二戰前犯過所有錯 一定要一步一步修正 我覺得德國其實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真的算是 整個歐陸的原罪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在二戰幹了什麼事情 你用了很多不入流的事情 殘害很多猶太人 那跟猶太人提起就更多了 辛德勒米蘭等等 所以我覺得德國在 不管在影視產品上 他一直是在贖罪 他在整個歐陸的經濟體下 他也不斷地要扮演那個慈善老大哥的角色 因為他要做最多嘛 對 因為你就是在二戰的時候 害死最多人 所以還好 我覺得德國的一個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性 就是情分 然後很有效率的一個民族 他們不會跟你打高空 不會跟你沒有效率的做法 所以德國不管在現在的一個民族性 我認為都是很令人欽佩的 更比說這次四足賽了 為了提個足球 我可以花錢半年跑去巴西做一個球館 讓他們在裡面好好練習 我都覺得 你要佩服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性 他們也許在那個時代 在二戰時代 就是因為一個驕傲的民族性 我認為我們民族最偉大 我認為我們民族可以統治世界 我認為我們民族就是應該當君王 他們要一統江湖 可是其實這在過去人類所有世紀 都一定會出現 類似這樣的帝國的崛起嘛 所以納粹二戰期間 等於就是德意志帝國 他們想要大征服運動 跟日本差不多一樣 所以他們在所有的作品裡面 都現在都一直在反省 我當初做這件事情 肯定是不對的嘛 因為你殺這麼多人 所以他去一層一層一層的去剖析 我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而且我相信搞不好未來還會有一些 我們沒有看過的文獻資料 證明了到底納粹在二戰期間 還有什麼不入流的 見不得人的事情 他們搞不好也會慢慢一個一個翻出來講 生命之源就是其中一個啊 對 這個作品過去是比較沒有人去討論到 可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對 其實包括那個時候也很多日本也做這種事情 他們是為了想要讓自己的民族在下一代 在基因上可以獲得改良 所以其實二戰一直是所有電影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它的衝突離現在最近 講一戰的不多 因為一戰跟二戰距離實在太近了 然後二戰帶給大家的那個浩劫跟那個衝突 是遠超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個時代的 那西關姐會覺得說替身風暴適合什麼樣子的觀眾看呢 好第一個一定是喜歡歷史題材的 第二個是你喜歡歐陸電影啊 喜歡這些表演上面比較精湛的 然後它不是那麼去煽情式的表演的手法 所以我認為最適合這兩種觀眾啊 我是第一個 因為我喜歡研究這些歷史上面的一些問題啊 而且只要是跟德國有關係的 我都還蠻想看看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德國普遍在拍二戰上面的一個題材的角度 是令人佩服的 佩服的 今天非常感謝西關姐幫我們分享替身風暴 謝謝西關姐 謝謝